很多人都想占别人的便宜 买东西要买最低的价钱 用最低的价钱买最好的东西 各位朋友想想看啊 如果你是做生意的人 你会用亏本的价钱卖出去吗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说你消费者 你是说我们也不要太过可爱了 你不可能要让商家亏本来做生意的 ok 那我的这个经验告诉我了 其实如果这个商家呢 有用一些想法 一些idea 比如你用浓缩的配方去制造一样产品的话 比如如果可以用一个瓶子 就可以解决100万的话 那你就省了99个瓶子的费用了 对吗 那你也省了99罗里的运输费了 也省了99间这个货厂的费用 那么也减少了这个搬运的费用 所以很多这方面呢 如果这个运作费减掉的话呢 老板就可以把这个价钱调低来出售 那么消费者就可以用更低的价钱买到优质的产品 那如果是用另外一种方法 有些企业家 他是用这种减少员工 比那个员工做更快 做超时 哎呦他们都做到累到半死了 你说他们的那个做出来的这个品质能够好到哪里去 对吗 所以一个不快乐的员工就无法做出优质的产品 所以身为消费者 身为厂商 身为企业家 如果我们用对的方法的话 是可以让消费者 你和我呢 都可以用更低的价钱 用到更好的产品 各位朋友 如果你有更好的idea 欢迎你在这个留言 这个评论区留言 我们大家互动交流好吗 这个纯属我的个人的经验分享 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关于黄老师在这个一路来这个做生意的经验的话 欢迎你关注 follow 订阅我的黄老师 我的黄老师 ok 拜拜